雅加达北区珊瑚村禁思书宣 今年已成立10周年 在上周末正举办10周年庆典活动 特别邀请社区民众一同分享成长的喜悦 珊瑚村禁思书宣是全印尼第一家禁思书宣 在这里除了是刺激人聚集的地方 也是社区民众和上班族心灵饗宴的好去处 想要聆听一场清新的音乐 平常一杯咖啡 阅读人文书籍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一下 大家好 又到了大爱专访单元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雅加达北区 这里有一家禁思书宣 据说呢 这里是印尼词纪第一家禁思书宣成立的地点 那么什么是禁思书宣 这个书宣里平时又有什么活动呢 想要了解的话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想要聆听清新的音乐 品尝一杯香浓的咖啡 让心灵在书香 茶香 咖啡香中沉淀 这里应该是社会民众和上班族心灵放松的好去处 今天呢 禁思书宣刚好在举办十周年庆典活动 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 星期天上午 禁思书宣 珊瑚丛分店里 响亮的掌声好似在宣告着一场热烈的讨论即将开始 这场十周年庆典正要开始了 十周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书宣隐身于繁华城市的一角 肩负的正是正言上人的一番期许 期待能定位为传法的道场 使人文广为流通 达到进化人心 祥和社会的目标 当时慈记志工林丽萍 期望更多的印尼人可以接触到慈记文化 于是他慷慨地捐出自己的住宅 作为慈记的禁思书宣 期望飘散着书香 咖啡香 及盈满慈记文化的禁思书宣 能让印尼更多人充满心灵之乡 第一次见上人 那时候我有在台湾 花莲也是有书仙 还有在台北新舞台那边 我有看到书仙 很美 我很喜欢 因为我们在印尼没有看过这样的书仙 所以那时候我的女儿就说 妈咪 我们不是有一间屋子 在Politchew的屋子 谁在的时候就没人住了 所以就这样子见出来 就来那发戏 把整个拆到拆到完 拆完了就这样子盖一个书仙出来 禁思书宣提供丰富的书籍 有禁思文化和大陆出版社 合作出版的禁思好书 证言上人的禁思语 用多国语言来诠释 除了华文版 英文版 还有印尼文版 日语 越南文等十八种语言 让智慧法语跨越语言国界 传到世界各地 因为我们的概念是我们不购买 所以我们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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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购买 我们是一个门 我们是一个门 所以我们不购买 我们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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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本本好书 禁思书宣也提供给社区民众学华语 茶道 花道课程 中国乐器课程的机会 甚至也成为社区志工的活动中心 禁思书宣不仅是一个书店 还是慈记志工集体活动的地方 在我旁边呢 就是摄影志工的作品了 每逢慈记有活动 我们就会在人群中看到 摄影志工的身影 他们为慈记志工拍摄下每一个瞬间 这就是其中一部分照片 我猜呢 这些照片的主题应该是幸福的脸 每张照片上都洋溢着慈记志工幸福的微笑 截至目前 全球已有50多家禁思书宣 成为传播慈记人文的道场 无论身在何处 一踏进禁思书宣 里面宁静优雅的空间 与苏雅的陈设 立刻让人的心灵沉静下来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与您分享 带您分享生活 分享喜悦 我是洪江伟 感恩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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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